傍晚時刻海浪不斷排打上岸 不過蕭波快上卻有人回不了家 他們都先過來啊 先在旁邊 來回搜查後最後在一整排蕭波快中 找到受困釣客的身影 那名男子坐在一起頻頻發抖 還不斷望向岸邊相當補助 釣客受困蕭波快事件 發生在19號下午4點多 台南七谷國盛港燈塔北體外 當時49歲蔡沁男子帶著兒子 來到海邊釣魚 沒想到因為潮汐變化太快 回過神時兩人已經被困在一片汪洋之中 只好趕緊報警求助 由於現場風浪太大 加上從堤防到蕭波快的海域 全都是沙丘 沒辦法出動救生艇 救援人員最後分成兩組拉繩進行救援 一組在岸上固定繩索 一組則是牽著繩子涉水來到蕭波快旁 再將兩人平安送回岸上 蔡新父子在蕭波快上 困了將近兩個小時 被救出時身體疲憊不堪 父子常常來這裡釣魚 沒注意到潮汐變化 才會不小心受困 不過幸好最後成功獲咒 進行網黃銀璇 李怡倩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來自找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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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